为维护民众时的安全提升食品业者自主管理能力 花莲县卫生局日前举办了食品卫生优良平和颁奖典礼 有271家优质业者通过平和 荣获了特优优级和良级的肯定 今年开始标章有效认证时间也从一年延长到两年 期盼可以打造花莲穷为健康美食之都 为维护民众及观光游客时的安全提升食品业者自主管理能力 花莲县卫生局针对食品相关业者进行查核评定 8日于卫生局大理堂举行食品卫生优良GHP平和颁证典礼 公计有271家优质业者通过平和 荣获特优21家优质210家良级40家的肯定 由县长徐正伟请自颁证优良标章 我们人自己做的东西要吃得下去才是健康的 不要说做了一些凭以前的旧食的观念 用手去抓应该是说一些食品添加物的话 是比较不OK的 但是因为经由我们的卫生局的辅导 来建立了这些GHP让我们的业者能够跟国际上能够接轨 那因为我们以前是在做农药的实验室 那非常感谢县长的支持 我们在过去这两年用了中央发动机的包括前瞻 一共有五千百万把我们整个实验室全部改造 那这改造之后呢 让我们可以从动物的用药的一些解验 变成我们农业用药的解验 那所以因此在整个农业大县 有机农业大县的情况之下 我们更愿意来服务我们所有的乡亲 所以我们所有的业者们 那如果你有在这个在我们的食材上面 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需要了解 所以说技术小的的话 欢迎也可以跟我们卫生局来联系 那我们一定会给各位一个很好的答案 卫生局表示 GHP是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简称 推动食品卫生管理分级平和目的 是基于保障消费者食品卫生安全 透过审核机制 鼓励业者落实自主卫生安全管理 强化餐饮服务品质 271家包含餐饮 食品贩售 烘焙名产 食品制造 小型餐饮业等 标障供民众选择餐饮时参考 多选择优良商家消费 才能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记得蒋邦彦女士报导